真的氣到不行 前臺北市長柯文哲 任內針對議會監視器 預算案淡書 提出複議 但不僅遭到議會迅速否決 更淪為炮火 如今時隔一年多 當時攻擊最凶的議員之一 國民黨之一陳崇文 被爆出涉嫌收賄 利用質詢機會 護航監視器廠商 臺志光遭到深壓 柯文哲 終於揚眉吐氣 舒適藍綠勾結財團還原整起事件 當時臺北市轄內約有 一點四萬支監視器 主要都是兩百萬畫素 依據專家評估 約八十五趴的監視器 只需要配載兩媒的傳輸速度 就可以 但議會卻在預算裡 加了淡書 限制兩媒 只能用在一百萬畫素 等於變相要求市府 大幅改採三媒傳輸 如此一來 每年光是傳輸費用 就多了八千萬 當時力網狂瀾的除了柯文哲 還有他 所有都提升到三媒的話 將會如臺志光所願 就是傳輸費會增加到四億多 增加了八千萬之多 王世堅當場給出反對意見 如今被網友大讚 根本是先知 只有尖閣天地良心 尖閣唯一清流 但先知總是寂寞 隨著司法介入調查 行為不斷的議員 都將疑義現行 好 這一件事情呢 其實前兩年 這個新聞上面就有在討論 我先請教一下翟哥 2022年當時 柯P已經在做市場 他當時就為了這件事情 就是槓上了其實藍綠的議會黨團 那他當時就罵 他說不允許財團勾結議會 來榨取國家的錢 他還沒有下台 當時他是藍綠一起炮轟 他說藍綠就已經在聯手污國家的錢 那當然因為現在又被爆出 陳崇文這個相關的案件 所以今天媒體跑去訪問柯P 他有說 現在真的要去檢視一下 到底去年2023是怎麼樣執行 那2024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 去放水這些預算 現在要查是不是柯文哲時期有在唸 那蔣萬安時期 現在這個議員就變本加厲 這當中其實我們剛才討論了很多案情 真的感覺裡面有好多好多的貓膩 好那目前這個陳崇文相關的案件 跟大家說一下最新的狀況 因為翟哥這個相關的這個廠商 就是剛才大家講的台志光的這個動作 李慶黃這個昨天是350萬元交保 不過他有替自己喊冤 他說他是沒有行賄的 好那麼陳崇文的部分呢 剛才有最新的消息說等一下五點半 法院會召開這個積壓庭 好那他也說這通通都是司法迫害 是政治追殺 他是因為監督警察局太過認真 所以才會被報復 好那麼陳崇文的妻子 這位白女士他昨天晚上也是200萬元交保 這是目前現在案子發展到這樣子的態勢 來翟哥 其實柯文哲的說法是太廉價了 因為當時他發現的時候 然後王世堅議員他也提出資訊 那顯然他所從他執政的這個市政府的內部 也發現了這一個事實 然後王世堅也提出了這個事實 不抹而二 但是為什麼柯文哲你不追查呢 依照採購法 你對於政府不利的時候 你可以移送調查 為什麼你不移送呢 然後你用一個最廉價說 南綠聯手污錢 然後問題是沒有民進黨啊 只有國民黨啊 這是第一點 所以柯文哲你也不要推卸責任 你就作為一個當時的台北市長 你沒有顧好台北市民的這樣的那個荷包 然後你讓陳崇文或是有更多的陳崇文們 有這個機會 那所以你也要負責 你不能推卸 那當然現在講萬安 更是需要把所有事情 而不是讓李四川所謂憤怒 持續立議會總聯絡人 這樣的一種冠冕堂皇的 這種政治動作來搪塞這所有的一切 那金譜就沒差嘛 就沒差 所以不管是柯文哲也好 還是到現在李四川的講萬安 你都用這種政敵的公關的守護 然後迴避你們應該要負責的 這個你就查出來啊 因為所有的採購 所有的這些在議會的審議 其實包括現在所查出來這個金流 都有脈絡可循嘛 所以不要太騙嘛 所以這基本上 而且這個財格五千萬 真的賣不記得 不可能啦 怎麼可能這樣 不可能 為什麼這五千萬 因為陳崇文就沒辦法回答出來了 這五千萬真的要回進來 因為我們這個 政治人物的陽光法案 你的財產的來源 你也要有明確 也是要申報的不是嗎 不只申報 你到底五千萬是賺錢的 就像剛剛明義傑講的 他的空殼公司叫利取雲端啊 這利取雲端 抓頭抓要不要陳崇文的名字 為什麼這個東西 錢會回到你的 你這五千萬 你的五千萬是怎麼賺的 你可以賺錢了 你可以回到五千萬 你也可以回到五億 問題是你這個五億的來源 你的來源是什麼嘛 重點你的來源查不清楚 當然檢調當然有認為說 你是因為說利用這順 你如果這個暗截這間公司 歡迎你給我收錢啊 因為我們不管是 不管是地平議會 還是到立法院 有這個醫生 有最基本的觀念就是說 你不能增加醫生 你不能增加醫生 你可以說這個醫生有合理 沒有合理 你也可以逛 你可以不要逛 你可以問 你可以不要問 但是將來沒辦法發生說 有一個民主代表會去替增加醫生 沒什麼事情 所以你的行為 你的行為當然就發覺了嘛 連續你不再一座 你的錢 你的錢怕命去投資料也沒關係 那都是你的這款環圍裡面 問題是最後 最後的結果就是你多五千萬 你該稅有清楚嘛 再來在那裡 政經政經政經的部分 柯文哲你也該稅有清楚 當然是你是怎麼沒以上嘛 李四川是怎麼你法國 發覺說國民眾這個議員都用這個議員 這時候你要給你投資料 要給你刺 你是怎麼沒辦法給你公佈 因為醫生裡面有清楚 那只要說這個醫生 有人來做官所的時候 你要給他標示 要給他公開 現在都是這樣啊 所以過去 他在議員時代開始有很多東西 這個議員 透過他的這款 來替秋雄 因為不要說 不要說是醫生 只有法律來說 以法律來說 質疑的法律 改質疑 可能是過六十億了 那也有可能違反啊 尤其是金融單位 在財政相關的法律 改質疑 可能就是影響 可能過六十億了 那種都是 那種都是我們 我們北市一般很難了解 所以這件事 歡迎剛才庭偉說的 就是說要慢慢我們了解說 這個議員 如果有一個民理代表 他利用立場這款 你做這順的時候 是不是為了公共利益 或是為了你肯定的利益 這樣就是很清楚的一個案例 他剛才說 說到一個關鍵的重點 到底台北市議會 有多少的陳崇文們 我先讓國民黨的禁言 先來補充一下 如果說真的到最後 如果陳崇文 這件案子真的被起訴的話 如果被起訴的話 國民黨大概初步 會怎麼樣處理他呢 依照我們的黨內違章 如果是他被起訴的話 就會先這個停權 起訴就馬上停權了 起訴就停權 那如果是一審判決的話 這個有罪的話 那可能就會這個 先給他這個撤銷黨籍 或者是看情形 是不是開除這樣子 那當然要看他辦的 這個條例內容 可是這個是這個 我們的這個黨章裡面 組織規章相關的規定 可是如果是 敬言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繼續來看 剛才大家在懷疑說 陳崇文這件事情 到底台北市議會 還有沒有別人 因為以前也是台北市議員的 呱吉 就是邱威傑 他今天有講 他在臉書上面有寫 他說他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他過去在議會的時候 曾經有一次他發現 有八到十個國民黨的議員 這當然等一下近年後來補充 他說八到十個國民黨議員 曾經在審預算的時候 就像讀稿機一樣 每個人都在誇讚台智光 而且這個講的詞都一樣 有什麼詞 認真負責 妥善率超高 絕不會浪費預算 每個人都像讀稿機一樣 一直重複這些讚美的詞彙 所以他不禁感嘆 這種完全不言的表現 他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這大概證明了他當時他的懷疑 可能是真的 所以來國民黨怎麼樣看 當然這個呱吉他這樣子講 反正他可以直接指明說是哪幾個 說不定真的有人認為說 這個台智光確實表現還不錯 對不對 要不然為什麼包含說郝龍斌 到柯文哲 到現在這個蔣萬事務 暗用台智光 繼續這個標案都都標給他 如果我覺得他不需要韓沙攝影 如果第一 這個台智光真的有哪裡做不好 因為現在看起來是這個陳崇文疑似 有收賄 那如果未來台北市政府要因為說 假設這個法 這個法院判決真的有罪的話 因為這樣子 台智光有涉嫌這個行賄的話 未來相關的標案不標給他 那我就可以去做檢討 那你說八到十個 那全部難道是因為有什麼利益 才誇讚他嗎 我覺得這樣子好像有點 這個一竿子打翻 這個一艘船 那個呱吉要講不然你就把名字說出來 調資料帶來看一下 對我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講一個很基本的嘗試 就是大家一般只聽到說這個議會會砍預算 然後我想猜一下 真的沒有議員在議會上面講說某某廠商真的做得好好 好棒棒 認真負責 妥善率很高 我跟你講真的很少議員 所以那個呱吉才會說他不言了嗎 那一般來說我們是審預算 或做這個局處做得好或不好 不會講說這家廠商好棒棒好好好 而且還有八到十個 我也是覺得說這袋子這個調出來看一下 因為這是不合常理 不管他們後面有沒有什麼利益 對但是我覺得這八到十個 大家都在說這間廠商很棒棒 這本來就很奇怪 有辦法這樣收攏人心 對而且我想當然檢調這一段時間 他這個案子大家有所質疑的時候 到現在其實已經也過了這個快 已經快要兩年了 看起來是可能布宣或者是調查調查很久了 而且連政署這一次這個大動作 直接是到議會的研究室裡面 去把一個議員當場這樣子帶回去扣走這樣子 講真的啦 我要就是檢調我在辦案的話 假設如果假設還有其他人有類似的情況的話 我當然一起抓 我抓一個陳崇文 然後我是在市警其他人說 小心一點 要輪到你們了 我覺得大概不會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當然也不要懷疑說 所有人都是這樣 如果大家真的有質疑 反正這個議會的諮詢什麼都都會有上上網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去看一下 但講回來就是說 一般我們只聽到說這個議會或者是議員 會去砍這個市府的或局處的預算 我們比較少聽到說這個局處自己說我預算不要那麼多 他說不行你要給我多一點 這個確實是蠻匪夷所思的 這真的是有貓膩這樣 所以真的是有點奇怪 難怪也就是難怪說柯文哲當年他就是有講了 剛才這個我們民視的畫面很清楚 就是在說他有分兩個 一個是3G頻寬跟3M頻寬跟這個2M頻寬的這個內容 那等於是他變相 變相說希望你全部都買3M的 簡單來說是這樣 那你等於就會花這個 那就是假期啊 對就會花這個八九千萬的預算 但是問題是說他到底有沒有需要用到這個樣子 因為確實那個時候王室先生質詢的時候 他就是他就是有講這個依照顧問公司的評估 其實大概不用那麼多的道路 需要用到這個等級的 那你卻硬要用到這個等級的 等於一年要多花這個八九千萬 那看起來後來折衝完的數字之後 這個沒有這個多花到八九千萬 但是也多花了可能三四千萬左右 最後是5.2億嘛 對5.2億 我記得這個當初評估是說好像這個4.8億左右 就可以這個7.8億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那結果還是硬要這樣子花 所以我覺得不管怎麼樣啦 今天不管這個陳重溫是不是國民黨籍都一樣 其實啊 涉子要任何的民意代表 有這樣子真的有涉探的案件 本來就是物往物中 該抓都要抓 而且如果真的如這個有人在暗示的 無論是夸擊還是誰 有人也類似有類似的情節還是什麼 反正趁現在全部去清場 柯文哲過去就講 他在這個市府任內 他不是在講說藍綠議員一起勾結怎麼樣 等等這些話講得那麼好聽 假設真的有的話 我相信檢調也長就在找 或早就在查 所以說這件事情 我覺得態度很簡單 然後就是如果真的有 我們全部都把他抓出來 今天藍綠的都一樣 那依照這個講回來 就是說黨商的規定 雖然剛才講說規定是這樣子 可是實際上如果這個案件 他是屬於這個社會比較矚目的 或者說這個影響勝劇的話 其實這個考機會 也是可以先予以停權 包含說像之前這個收狗案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 這個包含這個陳超敏 拿掉活動等等這一些 那個時候依照我們的規定 本來是說你只要被裁定羈押 就是他們要被羈押 是認定你的這個涉案情節 這個重大 甚至是說可能有逃亡的疑慮等等 這一些就我們就認為說 那應該就要先予以停權 那當然陳同文這件事情看起來 我本來看到 昨天看到新聞 當然可能都不是好事 只是我也沒想到說 今天這個所有政論節目都在討論 所以這個情節看起來 很大條的 比我們這個想像中的還要重 那今天看看這個我們李恩修主委 也是有在講 會依照相關的黨籍去做處分 所以可能或許 最快這兩天 我們就會做出黨籍相關的處分 這真的很大條 不管是事態本身 這錢五千萬這個金流 也是很大條 這個我請教洪璐委員 通常這樣子 疑似收會的這種案件 大概都需要多久的調查時間 大概可能一審的結果才會出來呢 當然目前也還沒有進到起訴的階段 只是大家會很好奇嘛 這樣的官司 他現在目前也沒有起訴 但如果像這種 我大概覺得起訴之後 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應該要 也要一年多才會有出負的結果 對對對 但今天這個他已經有說要深壓境界 我認為是檢方這邊的這個證據 應該是蠻明顯的 不然收集到蠻充足的 現任的台北市議員 怎麼可能說沒有很充足的證據 你把他收壓 到時候如果說人家 那個法院到時候判他沒有罪的話 判他是清白的話 對啊 你檢察官你還怎麼辦 人家的太太兩百萬 那個金額也是非常高 兩百萬交報 我認為啦 這個應該整個來講的話 他們應該是掌握蠻確確的 有證據才敢做這個動作 不過我要在這邊要講 我認為啦 有一個疑點 我一直覺得 為什麼你台北市 你本來你編的 我們剛剛看來是5.6億 5.9億 本來是5.5億 你本來編5.5 我跟你講 不可能編預算的時候 你都沒有去問 都沒有去尋價 都沒有去什麼的 我跟你講 貿逆就在一開始 為什麼有5.5億 然後你的市政府 為什麼提出這種預算 市政府不是沒你的事 你為什麼一開始 你明明知道 我買這個東西 我買這個東西 就不用那麼貴 我為什麼編這樣 那你因為編在你後來 又再自砍4.6億 到4.6億 你是不是有人發現了 你們亂編預算了 已經被發現了 你才有自砍預算 最後是5.2億闖關成功 我們那個標題 最後變成5.2億 所以你就讓人家議員 有這一個可以去上下起手的 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一開始是5.5億 哇你們台北市政府 都是這樣編預算 你們編預算 都不會去看一下 我跟你講 這個編預算 其實這一個網路傳輸費用或什麼 我認為找三家廠商來問 就大概知道 他們那些行情是怎麼就知道 而且你這個 如果是這個 我雖然不是台北市的官員 但我認為這個應該是 每年都有的預算 不可能是只有用一年 因為你只要監視器 你要傳輸 你要這個每年都要有的啊 而且這個傳輸費用 你可能就是每年都要 都要給多少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裡面貓膩會很多啦 你看啦 如果真的砍到4.6億 你明年說物價上漲說什麼 我跟你講 你要加你加3%還加5% 但我如果現在把基期提高了 未來的二十幾年 我每年要加3%加5% 我覺得這個加的金額才大 才多啊 所以大家都在講議員 我認為市政府本身 一開始就出問題了 你市政府本身就有問題了 我認為啦 不是只有查議員啦 什麼什麼八個到十個 國民黨的議員什麼的 我覺得要查市政府 市政府的官員 一開始為什麼明知道沒那麼多 你去編5.5億 這裡面就是有很大的問題了 而且你的市政府 你的財主單位什麼都看過了喔 不就好在後來什麼警局自己良心發現 自己有砍 不然就真的台北市的納稅錢 假花這麼多錢 不不我不認為什麼良心發現 我剛一開始就說一定是有人被發現發現了 這也出包啊 我自己來砍到4.6億 而且也沒有人這麼笨啊 如果說以前我們在當議員 以前我們在當局處首長的時候 如果說要這種砍自己預算 我們不會自己提出來啦 怎麼會這樣 那以後我都砍你的預算啊 所以一定是他們有很重要的事情 那個被人家抓到了 如果不砍會出事情才會這樣 不然你捍衛預算都來不及了 怎麼可能自己砍預算 很少這種情形吧 我說真的 我還沒有看過說自己砍預算的 我跟你講 就算預算有浮編喔 被我們抓到了 他還是在那邊講啊 距離力爭啊 後來這樣 沒了 這怎麼怎麼怎麼 一直要拗啊 對不對 後來沒了 不然你砍一些嘛 我們遇到的都是這樣啊 不會有人說我自己砍預算 這個絕對 我認為貓膩一定在這裡 一開始就奇怪了 對 應該是有人去跟他們講了 這個你會出問題 他們他自己砍 我跟你講 不然啦 警察局的預算 我跟你講啊 大家當過議員啦 那個喔 只要要審預算的時候 那個啊 警察局長也來找你啦 分局長也來找你啦 連管區的所長都來找你 要拜託要支持預算 我現在庭會應該是常常遇到 審預算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如果你來一直拜託 一直拜託 拜託到最後大家對警察局的預算 算了 派出所主管 每天在你那邊 你不給他一點面子嗎 那你分局長也每天在那邊 大家都會給一點面子 而且他還不只他們來 他們會去 他們喔 警察啊 最知道啊 邱廷衛張宏路啊 跟誰比較好 我跟那個 都有探聽啊 對我跟孟琦是非常好的喔 叫孟琦來跟那個張宏路說一下 拜託啦 不要砍我們的預算啦 說請一下喔 拜託不要砍預算 那我自己自己砍的 不可能 尤其是警察局 你的預算被砍 我跟你講在警察來講 那是很丟臉的事情耶 很丟臉耶 他們一定要維護 因為警察 其實差不多跟軍人一樣 那個面子 一定要維護住 那怎麼可能自己砍 這個就是最大的 我認為貓膩 我覺得一定要去 從源頭就出問題了 一定要去查這個 我跟你講 市府是什麼人的層級 決定這件事情 因為你要送預算 你經過市政府的財主單位 都要審核過的 你才可以把預算書送出去 最後你市長要簽名 不然怎麼送出去 那你這個5.5億 當初編預算 你警察局自己在編的時候 送到財主來 市政府 在做最後預算確認的時候 那天誰主持的 那天是誰主持的 誰決定的 那不一定是柯文哲 他有可能叫副市長 但有這麼大的一筆 可以一砍這麼多 你們當初是什麼編的 你們市政府是不是早就 有人也在配合 不是只有議員配合 市府是不是也有人配合 我覺得這點才要查清楚 有沒有林應外合 真的檢調單位好好查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繼續來關心到的 就是有關於 台北市保姆虐童案 真的是震驚各界 因為整個案子 這已經 簡直比滿清十大酷刑 還要殘忍了 我們等一下回來 繼續來追蹤 地理風水會影響官運嗎 立法院的青島一館 被譽為縣長館 青島二館卻是桃花樓 被那個壁刀 兩個壁刀切過來 換桃花是很正常的 立院三寶國會餐廳 美食大公開 揭入地院風水說 和隱藏版美食 周日晚間七六復分 台灣演藝獨家杯 刺激線上精彩電影 通通免費看 願賭服輸 最後的別離 19層 必須搜尋刺激線上